这是一栋不破的砖房 这种砖房在江山县随处可见 极为普通 这座砖房就是戴春风启蒙的私厨 房子一共分三间 靠西头的两间是先生夫妻的卧室和造房 东头的一间是教室 里面摆放着十几张经过无数次显修的客桌 戴春风的先生姓毛 名龙蚁是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 留着一把垂胸的白花胡子 一间逐步长衫 全没有大孩子讲的那样凶杀 第一眼相见 戴春风就放心了 不再紧张 接下来是一套繁琐的礼节 戴春风由毛先生领着去正堂向圣贤先师孔子排位 行一跪三寇手礼 然后才有母亲领着向毛凤仪行拜师礼 最后到先生房间向师母行礼 戴春风向来伶俐乖巧 加上母亲的教诲 这些礼节早已熟记于心 一挤一重恰到好处 给先生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毛凤仪知道戴家在仙霞岭曾是显赫一时的大户 在送蓝月喜出门的时候夸道 你这儿子气度不凡 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苗子 将来你们代家的兴旺必靠他无疑 蓝月喜道 谢谢毛先生发奖 只是现在还不能期望太高 这孩子虽有天分 但生性顽劣 尤其是他祖上留下来的那粗暴脾气 若不是严加管束 将来必阻碍前程 毛凤仪还是头一回碰到如此深明道理的乡下妇女 内心佩服不已 戴春风在这所私塑里学习 从三字经开始 毛凤仪采取的教授方法 仍是千百年来老一套的硬背法 每天开课 毛凤仪就令学生们端坐在座位上 手捧着县装小册子 每页二十行 每行两句六个字 先生在上面领读一句 学生跟着读一句 如此反反复复不下百十遍 念得差不多了 就领着学生摇头晃脑的往下背诵 幼儿学壮而行 上至军夏泽民 杨明生显父母 戴春风天分颇高 一天下来总是比别人记得住 记得快 但他也仅仅是胡伦春枣的背诵而已 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涵 戴春风天生有着不安分 喜欢盘根问底的性格 他想 幼儿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可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所以然 突然 戴春风记起他认识的孩子中 有叫刘某学的 李某学的 而叫某某成的就更多了 于是便认定 幼儿学壮而行 肯定是两个人的名字 下课后 戴春风为了炫耀 把几个认识的同学聚在一起 问道 哎 我知道幼儿学壮而行是什么东西 你们有谁知道吗 同学们大多是懵懂的孩子 一律摇头 瞪着眼睛看着戴春风 戴春风见没有人知道 心里好不得意 插着腰 神气活现的说 我就知道 你们都是笨蛋 长个脑袋不想事 听着 幼儿学和丈而行 是两个人的名字 同学们恍然大悟 觉得很有道理 戴春风从小就有很强的表现欲 向同学 向同学标榜了还嫌不过瘾 觉得要是能够在先生面前表现一番 那才神气 下一节课开始了 毛凤仪 一手拿着线书 一手拿着戒指走进教室 学生们一见先生进来一起站起来喊道 先生好 毛凤仪用手势示意大家坐下 然后问道 同学们上一节课读到哪里了 学生们一口同声说 刘唐妍 方七岁 举神童 坐正姿 只有戴春风没跟着一起喊 要是以往全班数他嗓门最大 学生的声音刚落 他选准毛凤仪还没有开口的空隙 举起手来叫道 先生 我想问个问题 毛凤仪先是一愣 继而点头鼓励 戴春风更大胆了 问道 先生 幼儿学 壮儿行 是不是俩兄弟 毛凤仪听了 差点笑出声来 他极力克制住情绪 师到尊严 绝不能在学生面前失态 戴春风说完后 一直等着老师的回应 这个时候 他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心想 万一说错 当着这么多同学面 岂不没面子都丢尽了 戴春风的脸 红一阵白一阵的 毛凤仪 本想简单的把这两句解释一番 当他看出了戴风风的尴尬 立刻意识到不妥 于是他挥着手 示意对方坐下 清了清嗓子 说 同学们 戴春风读了书 懂得往更深一层想问题了 这很好 我们读书的目的 就是想要让大家明白书的意思 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戴春风松了口气 左右看看 好不得意 毛凤仪道 一个才七岁的孩子 难得如此 不过 你们若想明白书里的内容 现在还早了些 以后我们专门开讲 开讲是教盟管书的最后一道程序 当学生把大学中英读完背熟了 先生在讲解里面的内容 注释和典故 戴春风虽然得到了表扬 但没有得到先生的正面解释 心中一直藏有疑惑 这疑惑直到他背修了大学中英 论语 孟子才解除 原来幼儿学 壮而行 就是少年时要努力学习 到长大了才能功名成就的意思 嬉嬉想来 他从心底感激先生 毛凤仪 如果那个时候 先生当面取笑他 那以后的他 自我表现性 可能就受到压制和打击 自己有可能变成另一种性格 开讲以后 戴春风的悟性 得到了充分发挥 他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的文领 令毛凤仪惊叹不已 从此 戴春风成了他的骄傲 他不时向同行夸耀 短言 戴春风 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 最有出息的 戴春风 在先生的指点下开始作文 他本来就思敏捷 再加之对四书五经的融会贯通 一篇篇文章 立意深远 笔文流畅 很快就被誉为 保安乡的少年才子 为了培养戴春风 毛凤仪可谓尽心心血 他常常去保安乡 戴家找兰月喜 商量教育孩子的具体事宜 毛凤仪道 根据春风的天分 终局大概不成问题 如果造化好 你们戴家祖上积德 种个进士 也不是没有希望 兰月喜道 风儿能有今天这个成绩 权杖先生的教诲 只是现在讨论风儿 重举 重进士 还未是过早 说到这里 她在眼里闪过一丝忧虑 叹道 哎 这等事 只能随缘 水到自然渠成 不能期望过早 过高 早早放出风声 说到到时连秀才都未重 岂不 遭人嘲笑 毛凤仪 见自己还没有一个附到人家想的伸透 红了脸 忙说 那是的 那是的 自家人 私下说说而已 此风不能放太早 尤其是到了关键时刻 不能松下来 要一股作曲挺过去 蓝月喜点点头 风儿的脾气性格你很了解 一经表扬就不知天高地厚 这种时候千万不能表扬她 必要时泼泼冷水也有好处 毛凤仪说 这个我当然知道 但也不能太压制了 不然会打击她的积极性 蓝月喜意识到自己说话有点过火 恐伤了先生的自尊心 点头暂止 不再言语 两人默坐了片刻 只听门后有响动 蓝月喜警觉道 谁啊 说着起身走了过去 原来戴春风见毛先生来自己家 想起因为自己在学堂顽皮 生了不少事端 以为是来告状的 随后躲在草丛中 戴毛凤仪进了门 才出来经后门进去 趴在门缝里 听先生和母亲的说话 听到先生把自己捧上了天 戴春风心里十分得意 认为自己必能考中举人 尽是便忘乎所以起来 后来听到母亲说出一番担忧的话 细细品味 也觉得很在理 不宜高兴太早 当两位大人都不说话时 他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得很累 脖子酸了 想换一换脚 谁知一动步碰到了旁边的东西 发出响声 才被母亲听到 戴春风正想逃离现场 但为时已晚 母亲敏及的身影已跨进屋来 把他逮个正着 蓝月喜见儿子偷听 很生气 骂道 你要听大人的说话 不能大大方方的进来 非要这样鬼鬼祟祟呢 戴春风正想说 如果我在场 你们就不会说得那么具体了 但转线又一响 若如此说出来 非挨揍不可 于是把嘴唇一咬 一言不发 毛凤已见了 也情不自禁的摇头说 这春风什么都好 偏偏这一点不讨人喜欢 为官作换的人 都是堂堂正正 四面八方的 最忌讳鸣狗道之行为 蓝月喜道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就养成这种习气 气死我了 毛凤已还在不停的说 这样不妥不妥 要说戴春风养成 这种不良习气的根源 认真追究起来 毛凤已也有责任